二贺 你说一个人 真的能突破自己 和原生家庭的束缚吗 你听过那句话没啊 幸运的人 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 不幸的人 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你能不能别老拿这种 老生长谈来敷衍我啊 老生长谈吗 好吧 虽然我很不想承认 但是我的童年 确实不怎么幸运 其实阿姨还是很担心你的 真的 是吗 他更担心我能不能给他钱吧 胖 来来来来 好好的工作 你怎么就给搞黄了呢 真是死我腻 你知道吗 老贺 我有的时候 真的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小的时候 从不问我妈要什么 因为我知道 不管我有什么问题 什么需求 到她那儿都只有一句话了 咱家穷 没这个钱 长大以后呢 那我终于能自力更生 为自己赚钱了 但是我每天晚上只要一躺下 我就会想 如果明天我没有工作了该怎么办 如果没有工作我交不上房租了该怎么办 这种不安全感是磕在骨子里的 甩不掉 像我这种在长座里长大的人 已经习惯了要不停地往上爬 气 周总 余总 好久不见 因为你不努力就是死路一条 只有这样我才能知道自己还在呼吸 还能继续活下去 你知道我们心理咨询当中 如果有来访者 对自我价值评分特别低 我们有一种方式可以治愈他们吗 那就是 如果有一个人足够爱他们 让他们逐渐建立起自信 这样 他们就会慢慢形成稳定的自我价值认知 等那个时候 他就不会被任何人伤害了 当然 除了成为他的心理咨询师 还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反正不管怎样 你都能治愈我 那当然 很多人出生啊 就是过着唐一出生的 虽然我们没有唐一 但是我们也可以抱疼取暖啊 老赫 遇到你真好 我也是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